歷史上的今天 講述歷史真相 道出生命冷暖 12月12號 朋友您好 我是江峰 1934年 美國有那麼個情種 海蘭里昂 他本來在洛杉磯的博班克機場有一個穩定的專業飛機維修師的工作 可是當他聽說他暗戀已久的好萊塢影星克萊爾要到中國上海去發展 他毫不猶豫地扔掉手上的工作 跟著心中美麗的幻影克萊爾來到了中國 哎呦 他媽媽可急壞了 說 我的小獅子呀 李勇英語他有小獅子的意思 我的小獅子呀 你知道有多少人夢寐以求的要得到你現在手裡的工作 和那個你要追求的女人嗎 你偏偏要扔下屬於你的去追求不屬於你的世界 李昂說了 媽媽 別說了 我什麼都會有的 到了上海 這個當時遠東最繁華的都市 吃情的李昂並沒有得到他的夢中情人 但是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從此跟遙遠的中國接下了深深的緣分 他寫信告訴自己的媽媽和他的姥姥說 我很幸運地得到了一份工作 中國有一個大人物 剛買了飛機需要組裝 他們找到了我 天哪 這跟我在博班克幹的活一樣 我幹得很漂亮 我贏得了他們的信任 我將成為這個大人物的私人駕駛員和保鏢 這個大人物是個將軍 他的名字叫做張學良 西安事變爆發後 張學良因為李昂這個美國人的身份 委託他擔任趙一迪母子的貼身侍衛 李昂於是成了這個 中華民族命運的拐點的關鍵時刻的見證人和參與者 1941年的12月7號 太平洋戰爭爆發了 李昂離開中國回到美國洛杉磯 除了他個人的行李 相片 啪啪啪打了七個大箱子以外 還有一個保險櫃 那是受張學良所託的私密物件 其中包括西安事變的秘密文件 1973年 李昂去世了 按照遺囑40年後 2013年 位於紐約麥迪遜大道580號的 Bornhams 邦漢斯拍賣公司 公開拍賣這批物件 由於涉及中國共產黨重大的歷史機密 中共方面指令不惜一切代價獲得這份資料 美國胡佛研究所按照慣例給出了10萬美元的報價 到場的西安文物管理所以天價270萬美元買下來帶回中國了 由於是公開拍賣 儘管原稿已經被拿走 但是他的內容已經大白天下 一段塵封的歷史由此 打開 1936年12月12號 歷史上的今天 蔣介石來西安 督佔東北軍以及西北軍17陸軍 陽虎城部進攻陝北 準備給予紅軍最後一擊 儘管行前收到了不少的預警 蔣介石依然願意相信那個跟他結拜兄弟的張學良 下榻 零同 而隨行的中央高層都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 12號當天 楊虎城新副率領特務營和護衛營闖入西京招待所 兵變 開始 楊虎城早在1927年就申請加入共產黨 想把自己的部隊改編成一支紅軍 但是共產國際對於軍閥出身的背景啊 來參加共產黨都不太贊同 包括我們原來說過的極紅昌也是 最後呢 都被好言勸走了 在參加中共領導的暴動失敗之後 楊虎城東赴日本 在那裡 他沒有放棄 他聯繫了當地 中共在日本東京市委 你看啊 當年中共在日本東京都有自己的市黨委 滲透力極強啊 當時中共中央折衷了共產國際的意見 給楊虎城一個後補黨員的身份 叛軍進入招待所之後 殺害了國民黨的超級元老邵元聰 這邵元聰原來是孫中山的秘書 是黃埔軍校的籌見人 他跟這個綏靖派的汪精衛衝突很大 是一個堅決抗日的人物 結果你看 他被宣稱要捉獎抗日的叛軍給殺死了 叛軍把抓到的國民黨要員給排成一排 衣服都沒穿起 凌晨抓的嘛 就問 你叫什麼名字 魏力皇 你呢 蔣鼎文 你呢 蔣百里都是赫赫大名 你呢 我叫陳繼承 叛軍一聽 你就是陳誠 舉槍就打 陳繼承太太趕緊衝出來 哎呀不對不對不要開槍 他是陳繼承不是陳誠 叛軍最恨的是陳誠 因為他一直主持對這個各路軍閥呀 地方武裝的討伐和收編 東北軍這個西北軍恨死他了 那麼他也知道叛軍恨他 一聽到槍聲 你想 陳誠是身經百戰的老兵了 他知道這不是走火 出事了 一個機靈 他個子小啊 躲在了廚房的啤酒箱裡 躲過了瘋狂的叛軍 幾個小時後啊 後來還是被搜出來了 不過情況呢 當時已經得到了控制 沒那麼瘋狂了 所以逃過了一劫 最後啊 叛軍還發現了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漏網的 啪 當兵都挨了個大耳光 瞎了眼啊 誰啊 土匪出身的東北軍元老馬戰山 他在918事變中開槍抗日的 你看連東北軍自己的老將軍都差點抓起來了 可見當時現場非常混亂 那麼蔣介石呢 他住在陵桶 滑青池 蔣介石當時一聽到槍聲也是出逃啊 摔傷了腰部 最終是在梨山上被 張學良手下給抓獲了 西安事變 震動了全國 中共歷史上說這是一場由 愛國將領領導的 抗日兵艦 實際上呢 楊虎城是中共黨員沒跑了 那麼另外一位愛國將領 張學良呢 中共策動129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叫做宋黎的 他就是張學良的入黨介紹人 中共上將 當年 張學良的副官 吕正操曾經多次對人說 說周恩來生前不止一次告訴他 張學良是中共黨員 那麼這次 紐約拍賣被中共緊急高價買走的文件呢 是最新西安事變的原始始料 他們主要是有兩封信 第一封信 文件曝光了 毛澤東早在事變之前半年多 就和彭德懷一起聯名寫信 給張學良正式提出來要跟張學良聯合組織一個 國防政府 和抗日聯軍 這就是已經是 背叛了 第二封信是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文天 聯名寫的 4個當時的中共的領導人 直接寫的 直接稱呼 李毅同志 李毅啊 就是張學良的化名 叫他同志了 提出來 奪取蘭州 通過新疆打通往蘇聯的這麼一個具體的用兵計劃 這個戰略計劃 跟往東邊去的抗日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兩封信合起來 目的在全力打擊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的抗日力量 從而有利於蘇聯 有利於日本 這說明什麼 西安事變 根本就是一起共產黨員們合作 出賣中華民族的兵變 有意思的是啊 那個第二封信有一個附件 叫做 8月15號起 代名 這什麼意思就是從這天開始啊 彼此的通信呢要用代名要用等於是密碼來聯繫了 上面約定了秘密代號 用李章王兆四個姓來替代 李家那是東北軍 張學良就化名李毅嘛 張家是各路軍閥 王家呢 是國民黨 蔣介石是浙江人 所以他的代名叫 王哲 李宗人是廣西人 所以代名為 王貴 那剩下的人呢 前一陣子 網絡說趙家人 說趙家人代表著政府和利益集團 說是來自魯迅的RQ正傳 那邊有說 你也配姓趙 說是這麼來的 我告訴你呀 正本溯源 是人家共產黨自己管自己叫趙家人的 你看文件啊 張文天 趙天 博古 趙古 毛澤東叫趙東 周恩來叫趙來 蘇聯叫趙蓮 都是趙家人 趙家人是這麼來的 這是正宗 西安事變 中共在延安都搭起了公審臺 準備槍斃蔣介石的 後來斯大林根本就不相信他抽大煙的張學良 也不認為中共有領導民族的能力 只有蔣介石 才能夠領導全中國軍民 抗日 為了蘇聯的切身利益解除日軍對蘇聯的威脅 所以嚴令中共的毛澤東 不許殺蔣 蘇共的《真理報》和《消息報》還抨擊張揚二人是日本漢奸 他們在報道上公開支持蔣介石 這估計毛澤東要是知道斯大林這樣的決定早就不讓蘇聯姓趙了 不是一家人 西安事變完全打亂了蔣介石 在1939年之前為國軍訓練出60個德國裝備師的計劃 國民政府被迫提前倉促應對強大的日軍 在太平洋戰爭之前 中華民族孤立無援 承受了巨大的犧牲 而起死回生的中共 卻趁國難養精蓄銳趁機做大 最終 多得天下 張學良被扣押後 美國人李昂 他開不了飛機了 當上了美聯社的攝影記者 並成為了蔣家的朋友 留下了很多 您原來看不到的那些 殷容笑貌 那是中華民族面對強敵那份寬厚和勇氣 歷史上的今天 西安事變 和趙家人 趙家人 只既得利益者 實際掌權者的意思 經趙 即精神趙家人 自認為跟著強勢沾光 準備姓趙的人 主義